大家好,我是清欢 在蓬莱阁景区有个契机光纪念馆您去过吗? 契机光纪念馆位于蓬莱水城的东侧 占地3200多平方米 共设有六个展厅 有群英聚会、匠门出交子、沿海被窝、驰骋浙江等六个展厅 形象生动了摘线的契机光 在山东海防、浙江沿海抗窝、冀州束手边关 案头著书立说的历史场景 蓬莱是七季光的故乡和成长之地 它在山东沿海抗窝15年 平定了自元朝末年以来 侵扰我国沿海长达200多年的窝寇 使我国的万里海江得以安宁 七季光镇守冀州16年 完成了东沿山海关、西道士汤岭的 一共有2000多公里长的防御工程 并创立了后勤部队 还采用了多兵种相互配合的新战术 使边塞内出现了长期没有的太平景象 七季光历经明朝的嘉靖、龙庆、万历三朝 历史上称它为三朝虎臣 它征战了42年 不仅是著名将领 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它写出了绩效新书、练兵实际等兵书 在四库全书中的中国古代兵书中 也只有它占了两步 从秦汉到明朝的2000多年间 是著名将领 又写有著名兵书的 也只有七季光艺人 它不仅是军事家、民族英雄 还是书法家和诗人 留有《纸纸堂籍》、《诗文籍》五卷 这期的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我是喜欢旅行、热爱摄影的清欢 感谢您的关注、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